这个就是著名的名城化豆彩了 里边有鸡钢杯有葡萄杯 有天字罐有万字罐 那这豆彩值钱值才在哪呢 咱们先来说 今天说第一样是它这胎 大家注意看了 所有豆彩的磁胎都非常的薄 薄里边呢 然后呢带着那么轻盈透彻的感觉 同时还有一个说法叫透影 什么叫透影呢 来我们手电照上去 你们来注意看一下 从磁器的另一边 是不是能看到光芒能透过去 证明这胎呢博的程度呢 已经达到了极致 为什么会这样呢 后世仿这种胎仿不出来呢 有人曾经说过 因为麻仓土没了烧不出来 那真是胡说八道 真正的麻仓土没了是万历年间 原因是什么呢 是成化年间的筛选土质的时候 工作做的特别特别的细 导致呢整个胎土里边的 铁和钙的含量下降 增加了这种透明度 而后世呢有可能呢 是没有拿到这种筛土的秘方 所以做出来呢 就没有这么晶莹剔透 像鱼一样再加上这种透影的感觉了 这是成化斗财的值钱的原因之一 所以这么小小的一支杯子 能卖到那2.81个亿港币 和胎土的这种精选呢 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谢谢大家